好,現在要講的是四階方塊的主邊進階解法 它叫做六四二串解法 它就是先完成六組,再完成四組,再剩下兩組 去做主邊的一個進階解法 好,我就直接講解 通常我都是以這個多為基準 好,它是紅色 我們就把另外一個對角放在這邊 它在這邊,就放在對角 好,一個了嘛對不對 我們再往另外一邊看 就把它往左邊移動 藍色,紅色 我們去找藍色、紅色在哪裡 好,它在這裡 兩個了 這邊先不要動它 然後我們再往左邊移動 就打到下一個,一樣把它放對角 好,它在這邊 就移動一個方向 這時候它會完成一組 兩組 三組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把 我們的中心回覆 所以我們要找 一組還沒好的對不對 注意看 它這邊 要回來 所以我們對角就會變成另外一邊看 你看這邊是 黃色 綠色 我們要找黃色綠色,它在這邊 然後把對角放在這邊 然後把這邊移開 換了 然後再去找 這邊好了 找下一個 橘色 藍色 橘色、藍色在這邊 一樣要把它放在對角 就再把它換到對角 對角 對角 然後再找 第三個 藍色、白色 我們就找藍色、白色 然後它在這邊 就把它換過來 一樣在對角 好,我們再把中心回覆 這時候我們剛過去的時候 解了三個 回來的時候又解了三個 所以你已經完成了六個 再來就是 跟剛剛的動作其實是很像的 好,我們假設這邊 我們已經找到一個了 1 然後我們再換下面 藍色 更正 綠色 紅色 我們找綠色、紅色 移到對角 好 兩個就可以了 好,我們把它移過去 完成兩組 再來我們就要看這邊 因為這邊要回來 這邊回來 然後你看這邊 要看這個方向 它是黃色、橘色 黃色、橘色 把它移到對面 對角 對角 好,再找下一個 藍色、黃色 移到對角 然後中心回覆 剛過去兩個 回來又兩個 所以你剛完成了六個 四個 六、四、二 所以你剩下兩個 兩組的編款 你就去找它 好,其實這時候 剛發現了 很幸運的狀況 它就是 那兩組直接好了 所以 那我假設一下 如果是這樣 好,剛結了六、四 剩下兩組 剩下兩組 好,我現在找到了 剩下兩組 就是個別去解它 就是 比較基本的 世界基本的解法 就直接解它 就完成了 六、四、二的 串結法 好 好 好,請